先来看一个刚刚说到一个最新的这个现场 这个文湖县今天早上试车结果又出包了 在8点33分改动这个手动驾驶之后呢 两辆列车却相撞 民营党议员是说 这很像像铁达尼撞冰山一样 我们马上连线记者许家渝告诉大家最新情形 而主播那么今天上午呢 捷运内湖县的旁巴迪测试系统 在8点33分的时候突然是脱轨撞车 那么市议员是以铁达尼号撞冰山的惨况来形容 我们听听现场的情形 到底是怎么样 我相信民众都想知道 一个列车3600万 一个车厢3600万 两个就7000多万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等一下看到影片大家就知道 这个比铁达尼号撞山还恐怖 这一次算最好了 这一次是四个小时就让我们知道 上次要查了半时 这一次是因为刚好乍湖县也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所以想瞒也瞒不了 所以我倒觉得说 市政府能够开诚布公 让社会大众来知道整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系统有问题 还是我们人那么笨 刚刚捷运公司怎么讲你知道吗 行走在不同的轨道 怎么会 他走他的 101走101的轨道 107走107的轨道 两个怎么会撞在一起 他说鬼知道 这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上行走 我们转弯角度转的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撞到旁边的车子的脚 那现在他就是这一步在移动中的车 就撞到了停在那边车 他的所以是两个车头 等于是这样的状况 脚脚相撞 但是这是你在你的轨道上 我在我的轨道上 你不能说他像是我人一样发胖了 所以我走过去会撞到桌脚 没有 车子大小 通通都是固定的 你走你的轨道 他走他的轨道 正常状况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只有四个字 就是不可思议 那BT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捷运车 相信会擦壮而玻璃碎了满地 而因为庞巴迪系统持续的不稳定 今天上午就在自动驾驶改为手动驾驶的时候 突然是不同轨道的两辆捷运车 居然会相撞 不仅是绿营的市议员到现场来炮风捷运局 就让蓝营的市议员请立坊也到现场来谴责 而庞巴迪系统测试到现在 已经是第五次出现撞车的意外 虽然是在测试期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这也代表一再测试的文湖线系统 是根本就还不能够上路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还我们的同伴 好 谢谢嘉宇 我们看到在文湖线试车的状况之下 两辆列车线竟然有护撞道楼 而稍后有更完整的报道 我们会马上回来带您关心 而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